歡迎來到開箱聲音場館 Uncle Echo 我是主持人圖傑 你有聽過49.4聲道的環場音效嗎 走進台灣聲響實驗室 讓這些台灣的聲音藝術家 以科技作為雕刻刀 玩出台灣聲音的無限可能 今天接下來要來跟大家分享 是台灣當代音樂的跨領域可能性 為大家邀請到的就是CLAB台灣聲響 實驗室這邊的主任 他以前在法國待了好長的一段時間 而這個地方其實也接近了法國的Air Camp 所以我們就一起來請主任跟我們分享 在大概2017年 當時我還在巴黎台灣文化中心 台灣也跟龐碧度藝術中心有一些合作連結 經過好幾次的努力呢 在2018年完成了這個MOU的簽訂 台灣動作也非常的快 2019呢就在我們現在所處之地的空間 成立了台灣聲響實驗室 所以這整個空間是由法方的技術團隊來協助我們設計規劃的 那這邊最主要其實就有兩個空間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你們俗稱它大洞 對我們內部是叫大洞 但是其實正式的名稱是立體聲場 這邊號稱49.4聲道 它的實體空間是長方形 它成形之後整個聲場是會變成一個球形的 這邊為什麼會有49.4顆 其實是經過非常精密的計算 從第一層地板中間上面到天花板 所以整個是包覆性的 所以等於是從地板我們的腳底到我們的身體 甚至是頂端的部分 我們可以感受到被聲音包圍 我現在這樣算起來49顆 可是點4我要去哪裡算 點4就是前後的4顆中低音喇叭 中低音喇叭 所以會讓聲音的層次頻率會變得更不一樣 更重一點 對 有些創作它想要搭配影像 那這個螢幕就是特別製作的透深幕 這個螢幕不會影響聲音的流動 你們在這裡其實是把聲音打造成一個立體 而非是平面的模式 今天在整個不管是視覺 或是各種沉浸式的追求 都已經完成了一種360度的感知經驗 像XR VR AR 可是聲音還是平的 其實是沒有跟上的 可以用一個想像就是說 今天聲音立體化空間化之後 其實它就是一個無形的雕塑 作曲家跟創作者它幾乎就是一個雕塑者 但是它可以營造很多細節跟體感相關的聆聽經驗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聲響實驗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們有做出了一些什麼樣子的閃心規劃 或者一些作品 其實音樂聲音這個媒材在各個領域的藝術創作 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那最近透過我們強力的推廣 我們跟戲劇 舞蹈 還有電影 錄像 詩歌 都有跨域的合作 那這樣子的合作過程當中 其實很難得的是不同領域的創作者 開始理解認識彼此的餘惠 不同的樂種的撞擊所產生的火花 其實也都帶給彼此有新的視野 這就是一種假象的感覺 哦 懂懂懂 因為你要更實際的話 要怎麼樣環繞棒 怎麼樣音樂進行 怎麼樣音樂進行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聲音的藝術家是怎麼在裡面進行創作 我們邀請到的是聲音設計 謝賢德 聲音設計其實我們比較多 主要是在協助各個藝術家 進駐到聲響實驗室之後 在於聲音技術面的一個協助跟陪伴 他們創作 小棟這一邊的話跟樓下比較起來 他的空間比較小一點點 那他在這邊會發生一些 什麼樣子有趣的創作 小棟的話其實我們比較是讓 剛開始接觸到多森道 或是想要嘗試一些科技藝術的創作者們 先讓他們上來小棟 他就是比較一個圓形包覆式的一個空間 所以當創作者看到 以視覺來說 他就比較能想像 聲音在這些喇叭之間 不管是他要穿梭或是做所謂的聲音空間化的時候 對他來說是可以比較有實際的想像 所以我要在20秒的時候 讓這個東西從外面飛進來 所以我就畫好這個路徑 就聽到他越來越近了 其實就是在一個平面 平面 平面其實我們在一個平面就是第一層的啦 把他 所以我現在想要把1拉上去 他就會變到上面去 現在這一個是5號 5號的話就是 其實它是相關位置在這一區 這一區 這一棵這樣子 那最後這邊問一下 你接下來自己還有些什麼 想要嘗試的創作類型嗎 我接下來的想法是 也許可能未來不管是音樂或是表演 他跟結合AI之後的一種實驗跟創 因為我覺得是未來的一個想要嘗試的地方 今天非常謝謝賢德跟我們分享了 不論是音樂創作者 或者是聲音跟空間之間 到底還有哪些不同的可能性 相信真的是打破很多人 對於聲音原本的那些想像 jumper Remove 或者不相識而言 在這個真的 私之前對客規� Assim